一艘法國船發現了埃及航空公司失蹤客機的碎片 埃及航空這架飛機是在上個月在地中海墜毀的 機上66個人全部遇難 埃及調查人員說 法國船員操縱的一個水下機器人 在幾個地點發現了埃及航空客機殘骸 所在水域約有3000米深 去找這架飛機模擬是同時間競賽 因為飛機的黑盒發出的信號的電池 預計到這個月底就會耗盡 黑盒可能會解開這架航班失蹤的秘密 5月19日從巴黎飛往開羅的空中巴士A320班航次室去聯絡 未有任何證據顯示飛機墜毀的原因 有關當局並沒有排除恐怖襲擊的可能性 目前還沒有組織聲稱對這宗墜機事件負責 這架飛機從雷達上消失之前發出的自動訊息顯示 機艙內有煙霧 臨近一個廁所失火 駕駛室下面的飛行控制氣失靈 駕駛不動 駕駛 金葬 駕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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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